温良公减让 说的就是我呀 温 温柔不 良 善良不 公 恭敬不 减 简朴不 让 千让不 温良公减让 我占两 善良 简朴 剩下仨给我们家落风 这五好家庭 得算我们家一个 温良公减让 我理想中 女人就该这样 现如今 我看是孙二娘 比护三娘多 温良公减让 是我们中华 传统文化熏陶下 融入我们骨血里的 堂堂正气 除了善良 对我来说 温 公 减 让 都是有商榷余地的 因地质疑比较好 小夏 你怎么在这儿 至于那么惊讶吗 不认识啊 你 你妈好点了吗 没事 好着呢 嗯 今天谢谢你啊 又谢 不用 那你来这儿干吗呀 嗯 没事啊 就散散步 散散机 有心事啊 想我了 啊 啊 啊什么啊呀 你傻了 你知道我妈今天是怎么病的吗 怎么病的啊 她跟踪我 跟踪你 为什么 她想让我跟徐然复合 你要跟徐然复合 想什么呢 我喜欢的是你 怎么可能跟她复合呀 嗯 你刚刚说什么 我 我 我先回去了 我明天还得跟我妈送早饭呢 我先走了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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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啊 罗子哥你懂不懂礼貌呀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站在原地 给我点宿路空间 那 可是我想说 你 你想说什么呀 让我想要说 你像一道光 你像一道光 你越来越亮 你越亮 在我的眼后 是唯一的方向 你别像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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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伦 留我在汗里 陆总 怎么了 咱们俩今天的事 得先保密 谁也不许说 为什么 咱们俩光明正大的 我要是告诉你 你可不许小心眼 我保证 我跟许然分手 我妈 把责任怪罪到你头上 要是现在跟她挑明了 她肯定不同意 所以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去探探我妈的口风 打打铺垫去 没有什么不成的 你说怎样就怎样 那我先走了 好 罗子哥要是不傻的话 现在就应该叫住我 五 四 三 二 一 小夏 又叫人家干吗了 好 我突然想起个事 什么事啊 刘昊 今天放出来了 还去保安队找过我 什么 小雨你弟弟 看她的样子 是要来找我复仇的 什么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你别着急 我去找过你二叔了 也跟李霞打过招呼了 他们一有流号的消息 就会马上告诉我 他出来了 连家都没有回就去你那儿 看来是要玩真的了 是啊 我也正担心呢 还不让他来找我 总比在外面胡闹强 那这样吧 你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也许我出面 效果会好一些 总像就这样 陪在你身旁 简简单单的 度过每一天 岁月总未先 时光总变迁 怪不好意思 还是请大伙 啊 给我们俩留点私人空间吧 我都苦恼死了 本来还想着说 让他追我的 现在好了 反而成为我去让他表白了 我冯小夏 什么时候做过 这么没皮没脸的事啊 我真没想到 冯小夏居然会向我表白 我当时就傻了 简直就是大写的蒙圈啊 别看了 我们爱情相片 我把小许看一看 热死我了 骡子这内屋一般啊 让你平时藏着跟个宝贝似的 今天带个够 不相信 又完成不了的任务 不相信 又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 又战胜不了的敌人 带上他之后就充满力量 不相信 不相信 保安 罗子哥 狗屁不如 老张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罗子哥肯定得罪人了 别瞎说 要不怎么是模特还是女的 行了 别瞎琢磨了 这罗子哥的 让一下 让一下 来了 让一下 小罗 你来看看 怎么了 什么情况这是 这是我的制服 编号是我的 你的 那怎么会在这儿啊 这怎么是女模特啊 太误人了 少说两句 老朱 你今天出宿舍的时候锁门了吗 我刚刚回去上厕所的时候 咱门是开着的 但里面没有人 糟了 赶紧回去 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叫贼了 你问谁啊 你问谁呢 今天不是你值班吗 是我值班啊 那我刚才上个厕所都不 我 就 就这样啊 怎么了 全军比武一等奖的勋章没了 我刚才还看有呢 是吗 就刚刚 刚才 那现在呢 现在他在哪儿啊 报警吧 不行 保安队丢了东西 这传出去 以后咱们怎么让居民安静 咱确实丢东西了 说了不用就不用 我心里有说 我知道是谁 你的意思是 一定是的 那怎么办啊 找吧 这个事情啊 性质实在太严重了 他是负责安保的经理 掌管整个保安队 就这样子被人家羞辱 这样的队伍 怎么能给居民带来安全感 你把这事说得也太严重了吧 这不是遭人报复吗 就是啊 这罗斯哥的能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这个事情是防不胜防啊 不行 我必须找小罗好好谈谈 又要谈 翠儿哥 你找他谈什么呀 工作态度啊 这里头有很大的问题啊 这个事情啊 跟小罗忙着谈恋爱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不你 你说罗斯哥是因为 陈璐 王虎之首 对了 好长时间没问小夏了 现在罗斯哥跟陈璐的关系 怎么样 咱们应该关心关心 对对就是 他们两个呀 你们两个怎么跑题了呀 你们到底要不要解决问题呀 哎 那个 刺儿哥 嗯 你要找他谈 你就找他谈 我们就不唱他了 哎 就是 你你那么能说你 你找他谈去 我去 我去 哎 早说呀 散会吧 哎等等 我走先啊 我走先啊 购拿鱼奶茶 哎 稍等 你好 你的奶茶 干嘛 聊聊 没空 又没聊多久 我说你烦不烦呀 这不是你们事要去管不着我 可你拿了我东西 成对我有个说法吧 你说我拿了你的东西 证据吗 我们保安室二十四小时监控 要证据 我就直接报警了 我知道你对我很不爽 咱们都是男人 男人之间 就应该用光明正大的方式进行 你觉得呢 你敢跟我单挑吗 怎么挑 你说说你 身为一个便衣副队长 连门都喊不喊 现在惹出这么大的事 多大点事啊 就这事 罗子哥要是解决不了的话 我朱一鸣三个字 倒过来行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冰冰 小五妹这个事 你要帮我想想办法 合着你在这儿想小五妹呢 白想了 还以为你当队长以后 能够能有点出息 既然事业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那么接下来 就是感情生活荣誉 你不是挺能耐的吗 恋爱小客棠 我这不是当局者迷吗 你干 干嘛 干嘛呀 对啊 冰冰 你可要帮我想想办法呀 我现在吃饭也吃不饱了 觉也睡不好了 整个人都不睡了 对吧 去去去去去去 给你吧 好 行 这恋爱 横着竖着 不就那几招吗 你带他逛逛街 溜溜弯 看看电影 不行你给他买点东西 你买个包啊 包治百病啊 是不是 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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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简直就是我的福星啊 今天的遥控器大全 归你了 行 走 总算是糊弄过去 冰冰 冰冰 一对一单挑 三局两胜 你赢了我就告诉你 要是你输了 输了我再也不来烦你 来 我可是排位赛前十 抱他头轻而易举 还没见过三地板活人力 你赢过我呢 这游戏里的装备 可真是够好的 好久没摸过枪了 只可惜 是假的 大叔 你行不行 不行别蠢强啊 大叔也年轻过 我们那会儿玩的是CES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大叔 你反应挺慢啊 再来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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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太厉害了 怎么样 服不服 那是你运气好 说话还算话吗 算 什么东西给你啊 以言为定 大雪 秦远 大雪 你怎么不进屋啊 大雪 你这是喝了多这么久啊 大雪你回来了 你没带钥匙吧 我去给你拿钥匙去 雪儿 他们都在家呢 都在呢 人特别多 我不回去 孩子们都在家公关呢 我 那你不好好干活 你一个人在这儿喝什么酒 波波怎么不管你呢 波波有他的萌萌呢 我 谁都没有 就我一个人 我不要他管我 我就一个人 我 我谁都不要让他管 雪儿 我就要你管我 我就要你管我 好了好了别喝了 你别喝了给我 你别喝了好了 去沙发上先躺一会儿吧 起来 不是 起来 我不去 别在这儿坐着 起来 我不去 他们都在家呢 我不让他们管我 我就要你管我 有没有搞错啊 严大爷 小罗 你太不善话了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 你在喝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鸡汤啊 羡慕吧 小夏给他妈妈熬的汤 给我留了一壶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喝女孩给我熬的汤 哎呀 小罗呀 小罗 你知道现在外面所有人在说你什么 说我什么 谈恋爱 哎呀 真的假的 还真的假的 前两天还看到你们两个在划船哪 这消息传得也太快了吧 你 我 陈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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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他呀 不然你以为我说谁呢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小罗啊 我跟你说点正事 你这样子好意思吧 还不赶快行动起来去解决问题 啊 你还在这里喝鸡汤 哎呀 颜大爷 哎呀 颜大爷 你怎么 我我行动 我行动我这刚行动完 行动完了 那知道是谁干的了吧 哎呀 我知道 知道 颜大爷 问题啊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 哈哈 颜大爷我可是会盯着你的 是 随时欢迎颜大爷监督 好 你说的啊 我说的 好 颜大爷慢走啊 好好好 常来啊 好好好 不来了 喝点水吧 叔 我就是 我就是 就是心里难受了 神灵 神灵 我妈走了以后 子 子龙我妈走了以后 我就觉得我就 我就是一个孤儿 现在 现在我爸又 我爸又找了一个 我就更觉得 我就更觉得我 我 我再也没有家了 从今以后 这儿就是你的家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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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你也看这个 我说你知道这个剧是谁唱的吗 你是不是票贩子呀 我不是我不是 我女朋友是学刀马蛋的 我来给她买的 潘剧啊 不景气了 这刀马蛋都能看上你这样的 哈哈哈哈 真是个看脸的世界 还给不给我们这些颜值惊奇的人 一些活路 连老大爷这么大岁数了 还一貌去人 心灵美不重要吗 气质不重要吗 智慧不重要吗 真是肤浅 真是肤浅 晓晓 啊 罗子哥和那个陈璐发展得怎么样了 啊 你上次安排他们那个划船活动之后 又安排他们什么新的活动呢 我听说啊 他们都觉得互相不太合适 什么 不太合适 他们原来不是说相间恨晚吗 胡大爷 这爱情来得太快啊 就像龙卷风 一吹就没了 感情的事总是变幻莫测的嘛 那那那这么说又没戏了 好像是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我们红粮小组怎么就这么不顺呢 好不容易引进你这么一个新生力量 又遭花铁炉了 胡大爷您别太着急了 我能不着急吗 我看是你不着急 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通报一声 冯小夏 我要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您至于吗 你严肃的呀 怎么不至于啊 给罗子哥同志介绍对象 是居委会交给你的重要任务 你不要把他当成儿戏好不好啊 我怎么儿戏了呀 我多努力呀 多尽力地替他在找啊 你努力尽力 出了这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怎么了这是二位领导 你来的正好 我问你 你和陈璐怎么了 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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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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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没刷马甲啊 这 哎 我马甲呢 哎 什么马甲 胡大爷 我去帮您好好批评他 怎么能不穿马甲呢 这俩孩子 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爸 我 郑重地向您道歉 我不用 你呀 究竟应该向谁道歉 你好好想一想 哎呀 哎 我也不用 哎 大雪 雪人你别站着 坐坐坐 快来 你 别管他们 来 请用啊 说话 上官大师 上次呢 是我爸害您受了无网之灾 我在这呢 替我爸向您道歉 你小子说什么呢 谁呀 怎么了 不就是因为你吗 你说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可能对人上官大师 阴阳怪气的呢 好 再说了 这子债复偿 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怎么着 让您替我道歉 还委屈您了 成 你小子成啊 好 我道歉 也都怪我都不是 谁让我有他这个熊孩子呢 好久不见 是啊 上次 上次 你先说 上次 确实不好意思啊 是我太唐突了 这点吓着您了 没事 对 我想跟你说个事 我知道你从小就学习刀马蛋 我特意搞了今天晚上的两成票 咱们晚上可以一起去看 刀马蛋 谁跟你说的 这你就别管了 反正我就知道 你特别喜欢刀马蛋 在晚上 正好可以一起去看吧 不用了 你就当 你就当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为上次那个事 赔罪 你 你就跟我去吧 我说不用了 我说不用了 你走吧 你怎么了 我现在请你离开这里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我麻烦你离开这里 立刻马上 走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晚上我去 谁 刚才真的好险哪 对呀 刚才看见胡大爷的认真脸 我都差点憋不住要笑出来 你说 我们要是天天能这样散步 有个多好啊 那有什么难的 以后有空我就陪你 没诚意 什么叫有空呀 你得每天陪我才行 那没空怎么陪呀 少废话 明天陪我划船去吧 这也不是周末 也不是过节的 我请假去划船 不太合适吧 你不会又想游泳了吧 讨厌 我不管 反正明天中午或者晚上 你必须陪我一起去逛街 还要跟我买礼物 然后我们一起吃一顿面条 吃面条 吃饺子吧 好久没吃饺子了 什么样的日子想要收礼物 什么样的日子想要吃长寿面 中国人都知道 这个傻骡子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我说吃什么就吃什么 好好好 你是领导听你的 那也不能什么都听领导的 你也得有主动性 主动性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明白 这还差不多 对了 对了 那个小宇的事 你得帮我盯紧她 放心 主动性争取 就体现在小宇这儿了 那还有呢 明白 Dar Seite 虎哥 真啥 虹哥 有活给你 哪 什么活 就是让你带点儿东西啊 考验你小子的时候可到了 那 行 虎哥您回去跟虹哥说一声 我这边忙完了就过去 成 等你回话啊 去吧去吧去吧 快点的 走走走走 小子 靳哥 您怎么在这儿 好久不见 你们找这孩子干什么呀 刘昊啊 就是一小屁孩 给洪哥跑腿的 你小屁孩 说话注意点啊 不是 靳哥什么吩咐 那是我儿子 我亲儿子 回去告诉洪胖子 以后再敢支持我儿子跑腿 我废了他 记住没有 我说到做到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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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干嘛 怎么了这是 我以为五月学端完蛋 他肯定喜欢看戏 没想到他把我轰出来了 谁跟你说的呀 靠谱吗 小夏呀 她说 小五妹是黄老师的弟子 又是干你玩 你可以带她去看戏 那小五妹是咋回事啊 她是 她是不喜欢看戏啊 还是不喜欢跟我看戏啊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不喜欢看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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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情啊 没了 没了 老朱 老朱 你别哭哭 你别哭哭 自己的伤头 还得自己去磨瓶 我不是的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该你支班了 我都这样了 你还让我支班啊 你是不是 是不是人呢你 你这不是问我胸活戳刀吗你 行行行行 明白了 我踢你顶 你走 慢点啊 什么情况 雨漆店最近有点奇怪 怎么怪 红胖子手下的小混混 最近总在这周围晃悠 该不会是想要打劫彩点了吧 有不大像 晃来晃去的也不闭着店里的人 估计是尽了什么贵东西 让红胖子帮忙看着吧 看不明白 对了 冯老二今天也来过晃了几次 又有老冯 你最近多观察了点 我觉得恐怕是有点什么事 知道了 看来我得专门派人来盯着了 谢谢你啊 孟老板 你这事干什么去啊 我出去转转呢 不是 你这身子骨还没好利索呢 瞎转有什么呀 小虾不是还没回来呢 我去迎应他 你就别骗我了 跟踪都跟踪出兰尾炎来了 你还不消停啊 去 你老是在沙发上坐着 你看 这几天我发现咱们小虾 满面春风的 我想她是不是和然然又复合了呀 那要是这样 那然然怎么没来看我呀 这有点不太正常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要不这样 你给然然打个电话问问 我我我我给然然打个电话问这事 不是 你这 谁呀 大雪来了 义父 姨妈呢 大雪啊 来 到姨妈这儿坐 您这气色比咱医院好多了 是啊 可不好多了吗 这不又准备去跟踪了吗 跟踪 我不好意思跟你说 让姨妈跟你说吧 大雪 留位吃饭啊 好 怎么了 反正大雪也不是外人啊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之前啊 不是跟踪 然然和小夏吗 我发现他俩在一起了 他们是不是复合了 你知不知道 罗子哥的事 看来姨妈还不知道 徐然的事 我也等等再说吧 这 这信息量太大 估计知道一个 姨妈就又得进回医院 我还是保守点 打打太极吧 他俩是发小 那么久的友谊 还能说没就没了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 他们是不是复合了 您想多了 这 怎么可能呢 没有 肯定没有 没有 不可能啊 那我们小夏整天 跟打了鸡血似的 成天不着家 那肯定是跟然然复合了呀